我在巴基斯坦一不小心就成了老板 今天是给保安兄弟和司机兄弟发钱的日子 Fraza今天考试发奖金 换新的工作服吧 总说一副啊 对对对yesyes 一会我们就开始考试 一共15道题 一道题200卢比 全部答对就有3000卢比 差不多100人民币 为什么让他们学习中文呢 因为学习中文能让他们找到更好的岗位 赚更多的钱 其实巴基斯坦这边很多人都会说点英文 特别是做生意 开店的公共场合的服务人员 保安兄弟和司机兄弟 他们也会说简单的英文 沟通起来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 他们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就算说得好英语 也不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学习中文会更好赚钱 目前巴基斯坦有十多万中国人 开工厂的 做生意的 来旅游的 很多都需要会中文的员工 而且如果他们中文学得好 单纯做个翻译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 我给他们讲啊 只要是能学会中文 能跟我流畅的沟通 工资至少翻一倍 巴铁兄弟也不是白叫的 给咱们中国人工作的薪水和待遇 肯定要高 就算不跟我工作 我也能给他们安排一个不错的工作 他们也喜欢跟中国人工作 前几天 司机兄弟跟他母亲打电话说 他在跟一个中国人打工 他母亲非常的开心 甚至还感到了自豪 巴基斯坦很多中国的东西 我住的这个小区 大的工程都是中国人做的 以后可能中国人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 学会中文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向 至于为什么单独给他们两个考试加奖金 最早还有厨师大哥一起学 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 学习中文会有帮助 想学会让刘浩教他们 保安兄弟和司机兄弟就坚持了下来 而且还非常主动 他们也知道 学好中文是一个可以改变未来的机会 我看他们都很认真 也很主动 所以昨天开会就给他们订了一个奖励的机制 如果真的能用汉语沟通 那对我来讲 肯定也有更大的帮助 今天考上个月学的所有内容 看他们本子就能知道 确实也非常认真 写了几十页 刘浩教他们主要是学习口语 比如这个 哥哥八大百一 他把拼音写到了前面 这次考试 每个人的本子学的词里面 随即敲转出15个 每道题200卢比 这是考上一个月学习的程度 以后每10天会考10个词 每个词100卢比 考完了兄弟们 这次斯格兰答对了13题 FRAZ答对了14题 我觉得这个学习方式有点慢 接下来11月份 我让他们学习整个房间的东西 11号考客厅 整个客厅的东西 21号考厨房 还有卧室的东西 月底的时候 考整个别墅的东西 现在保安的时间比较紧张 都是看他晚上下班之后 下班学习 我一会去大公司 正好该交11月份的保安费了 跟他的领导聊一聊 看看在别墅的时候 能不能不在外面巡逻 在客厅就行了 守着监控 这样学习的时间会多一些